要让爱传出去 在美国各地的慈祭人 也为日本受灾的民众 慕心慕爱 志工到超市或者是一些 大型的购物中心前 都可以看到民众热情响应 大型购物中心前 爱心不断涌现 来往的消费者看慈祭志工带着孩子 为日本受灾人民慕心慕爱 热烈响应 所以拿了我们介绍慈祭的文宣 还有告诉他们 我们去年海地募款以后 在海地的建学校还有修教堂 他们都非常的感恩慈祭 能够夸国籍来做这些慈善的事情 感恩您 感恩您 谢谢 谢谢 在超市前志工道谢声不断 因为奉献爱心的人也不少 志工分享一位老婆婆 本来不方便拿身上钱包 但也为助人尽心力 他说我钱不好拿出来 我说那没关系 他一进去 他又出来了 将他全部的钱都捐出来 终于可以将心中的悲痛 化为助人行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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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很可怜,我哭了,我感到很严重,我们不能做什么,但现在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日本加油,日本加油,加油,加油,我们都是一家人。 大家一起来祈祷。 透过祈祷,凝聚心力,达拉斯的慈祭志工在购物中心前慕爱心,也有大人带着孩子表示支持。 在洛杉矶,好多社区民众跟着志工,准备传递慕爱心讯息的邮件。 在应城,平日接受志工客服,缅甸难民家庭的孩子一起为日本祈祷。 大爱新闻综合报道。